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王子荣耀新赛季即将更新 而新赛季会有哪些变化呢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表情包系统 这个其实在三个赛季体验湖就有了 不过当时可能还没有想好以什么方式来上线 而最近体验湖更新后 表情包系统出现了购买的选项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好看的表情 估计是需要点圈来购买的 当然,会有一些表情可以通过活动来获得 而这个表情和快捷云一样 可以在游戏中快捷使用 第二个,训练营新增了觉悟试炼 这里对新手是非常友好的 可以选择一些不会玩的英雄 在里面看人机操作 当然也可以自己操作 还可以按照提供的要求去完成任务 这样就可以让新手快速了解不会玩的英雄 不过目前这个模式可选的英雄还是比较少的 估计可能是数据还不够多 等S24赛季数据成熟以后就会上线了 第三个就是查看双方战绩的界面 会出现大招提示的按钮 只要点击就可以告诉我方队友 敌我双方英雄的大招使用情况 这样就可以让队友更好的掌握对战情况 第四个就是动态灵敏度功能上下 这个功能开启后 切换镜头的距离和滑平的速度成正比 也就是说相同滑平的距离 你滑动的越快 那么你看到的视野就更远 这样在实战中操作就会更加灵活一些 第五个局内互动升级 就是当玩家被击败的时候 就会出现表达歉意的按钮 而队友的界面也会出现一个互动按钮表达安慰 这样就可以营造良好的局内沟通 毕竟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更好的上方呀 那么小伙伴你们觉得这些新增的功能如何呢